美国不插手 善无不胜 但是由于中途美国这个山姆大叔 认为德国击败北极熊苏联之后的下一个对手 就是山姆大叔美国我了 于是不得出手干预 紧急援助英国和北极熊 随着山姆大叔的介入 战争的天平漫漫 向反法西斯阵营倾斜 德国最终惨败 加入当年山姆大叔不插手的话 德国是否可以单挑干到北极熊苏联 首先对比一下当时苏德双方的边界军事实力 德国方面 兵力540万 4200辆坦克 4.7万门火炮 北极熊方面 兵力537万 2.4万辆坦克 8万门火炮 1.9万架飞机 工业产值 德国世界占比为13% 北极熊17.6% 人力资源方面 德国当时控制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亿的人口 北极熊的领土达到2200万 人力也接近2亿 自然资源不用比 北极熊的优势太过于明显 从上面的对比 俄罗斯综合实力要比得国强 但是德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德国的军队素养非常高 军队组织能力极强 而且作战经验丰富 另外德国的将领拥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才能 希特勒就是依靠这些天才指挥官占领整个西路 那么问题来了 北极熊是否可以单挑德国 答案是肯定的 苏德战争初期 希特勒占据先发制人的优势 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 依然在斯大林哥勒战役和莫斯科战役惨败 等北极熊回过神之后 北极熊的战争潜力立刻被发挥起来 北极熊名将朱克夫 华西列夫斯基迅速投入战争 战争拼的是消耗 北极熊的战略重深长 资源丰富 战争潜力非常巨大 德国想幻想利用闪电战 击垮北极熊没有可能 而拼消耗也无法和北极熊拼 所以不管情况如何 德国都无法担消北极熊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